觀眾朋友 今天說兩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談軍人的年金改革 今天方案正式出爐 副總統陳建仁先生邀請了 包括行政部門 包括立法部門對軍人的年改方案 有一個共識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這個共識的方案是什麼 先不談說現在的 以後怎麼改呢 服役滿二十年 可以申請月退 那年資採計 最多採計到三十五年 二十年開始 他的支付率是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十一年再加兩趴 也就是說你如果當兵 或是當軍官服役滿二十一年的話 你的支付率就是五十七趴 每一年多兩趴 一直算到三十五年為止 有一個樓地板 這個樓地板是比公教還要好 公教的樓地板 大概就是三萬二 而軍人退休之後的樓地板 就是三萬九左右 那事關到少將 現在的共識說 不要設天花板 你可以領多少 你就要領多少 中將以上要不要設一個天花板呢 現在還沒正式決定 然後呢 現役的月退縫呢 如果說你已經領月退 改革之後 也是立法三讀通過之後 第一年呢 十八趴就沒有了 如果說你是一次退的呢 是逐年調降 今天呢 對這個軍人年改呢 有一個方案的最後的確定版本 不過必須強調說 這個版本呢 還要到行政院 擬了一個草案 送到立法院去做三讀通過 但是呢 其實八九不離十 然後依照之前的公教改革方案 這個是政府特別禮遇 照顧軍人呢 還是呢 像八百壯士他們所言的 這是對軍人的一個羞辱 今天下半場好好來談 這題目關心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今天副總統陳建仁先生呢 召集了行政立法 對於軍人年改 已經達成了初步的共識 副總統陳建仁中午再度邀集 民進黨團的外交及國防 司法及法治兩個委員會成員 討論軍人年改草案 國防部長嚴德發 退府會主委邱國鎮 也都列席參與討論 民進黨立委蔡世音會後 轉述指出 會中達到三個共識 樓地板確定為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元 服務滿二十年 退休起支奉率為百分之五 每年增加百分之二 天花板則為最高三十五年年資 到百分之八十五 因為現行的法律規定是 四十趴起支率 然後一年兩趴 最多算三十五年到七十趴 那我們大家就認為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對於讓軍隊這個長流久用 增加部隊的戰力 我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也因此在與會的委員建議之下 他是希望可以改成起支五十五趴 然後每年兩趴 然後最多到八十五趴 就是按照性的法律計算 年資三十五年 這樣的一個修法 對於法律的變動是最少的 蔡世音指出 大家對這樣折衝的版本 有共識 變動少也提高對現役軍人的保障 並有利於募兵制的推動 蔡世音也指出新修法後就沒有十八趴 也就是沒有新族制的區隔 八百壯市在立法院前買國造販已經超過一年 對於軍人領改方案 副總指揮吳斯牌認為政府的財政負擔 不該由退伍軍人來承擔 領改會執行長林萬一則表示 軍人領改將由國防部級退府會 再做細部精算及財務評估 並調整法案相關修正條文 提報行政院會議通過後 送入立法院審議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來歡迎下半場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八百壯士的執行長羅瑞達 羅執行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 再歡迎是資深的媒體人 他自己也是退役的軍人康仁俊 剛剛的財經專家王傑銘 大家好 不過執行長先請教你 然後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也談到說 現在可能要改的 不過其實八九不離十 因為其實副總統是 所謂的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 當他拍板定案 而且又找了行政院立法院 大家都談妥之後 行政院跟立法院 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 按這個版本通過 我們來看看服役滿二十年 然後年資採計 就是三十五年為上限 起資奉率這個其實不太容易理解 等一下特別請教您 現在是用五十五趴 本來有兩個版本是說 五十趴再加 如果是一年加二點五趴 這個版本 在今天沒有達成共識 達成共識說 一開始是五十五趴 多一年多兩趴 最多算到三十五年 也就是再加三十趴 也就是最多 那是到八十五趴為止 有一個樓地板 以前是沒有樓地板的 就是說 不管你什麼樣的軍接 你只要能拿月退縫 最少最少呢 就是拿到三萬九 不要講那十塊錢 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塊 就是三萬九 天花板呢 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共識 不過呢 想說呢 你關接比較低的 就不要設人家天花板 但是中將以上 還是有可能會有天花板 然後呢十八趴 就落日了 就沒有十八趴 除非你是拿一次退 這個是少數特例 我先請教 這個版本能接受嗎 其實任何一個 只要能夠使國槍名副的改革 沒有人會反對 也沒有人會所謂的接受 或不接受 這個版本 我們不應該來談這個版本 我們應該來談的就是說 今天年改 他到底為什麼要年改 民進黨政府一開始就拋下來 一個議題就是說 基金要破產 是 可是從頭到尾 他並沒有跟全國人民解釋 基金為什麼會破產 他放由媒體 跟名嘴 不斷地說 因為腳的少 領得多等等 這些原因 可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第一個 今天基金會破產的原因 是在民國八十五年 在把原本的N幾制 修改成基金提撥制的同時 他就計算了兩種方式 來計算退休方式 第一個叫做新制 也就是民國八十五年 以後的新制 退伍之後 你有舊之含多少年 新制含多少年 加起來 是你的退休給予 好 現在我們來談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他是在所謂的金石案 金金案 把原本六十萬大軍 裁到二十一萬大軍的時候 所以產生了一個 繳的少年多 但是不要去忽略到了 在八十五年以前的N幾值 國家應該給付的責任在哪裡 你不能夠把現代繳的基金 來去給付 之前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 基金當然會不夠 這是第一點 我們要來講 他的謬誤的地方 是 第二個我們再來談 今天我們要來談 就是在八十五年 他提撥出來 有分為新制 舊制 你現在在一百零七年 你準備再提撥一個年金制度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畫三條線 第一條線是國家原本應該給付的N幾制 第二條線是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後 到一百零七年的這個階段 第三個是一百零七年以後 你要怎麼樣給他的一個方式 如果說 按照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所提撥出來 現在我們看得出來 他支付率五十五 如果五十五 當年就是八十六年 直施的時候 那四十趴 當然是提高了十五趴 我給他拍拍手 可是如果你把它換算成 之前國家N幾制 再加上這個風路的時候 他的提撥率是不足三十趴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我們來算一個公式就好 如果服役滿二十七年的上校 我有二十二十年是舊制 N幾制國家百分之百給付的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起制 用心比較低 後面的七年是新制四十趴 算起來我大概還可以領 大概將近七成九到八成三的 這樣子一個風率 裡面還包含了到之前 我舊制裡面所有的十八趴 可是現在你十八趴取消了之後 降到二十趴 完了之後 再把前面的舊制 不去算他 再以這五十五五趴的起制風率 來去算的時候 你算算可以剩多少 不過執事長我這樣請教 我不知道有沒有誤解你的意思 第一個您的立場 還是跟吳思淮將軍一樣 就是說 沒有人在塑及既往改革了啦 改革是要對以後整個財政的 這個改革去做 而不是對以前的改革 第二個就算你要塑及既往 你要分三塊 恩己制的部分 或者是所謂的現在退休 新制的部分 乃至於立法之後 至少你要三段切 而不是一刀整個切 但是傑明兄 我再請教你 這個方案合理嗎 好這個方案喔 其實我直接一句話就是 你在這個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塊以下的人 你完全受不到影響 即便你的十八趴被消失了 那領你的錢 他還會是用一個明目來給你 舉例說明 假設我是早期的士官 我沒有退休金 我只有靠十八趴 一年領兩萬多 那麼現在政府做的方式是 這十八趴的本金還給你 你這兩萬塊 我不會做更改 他會有一個明目 來針對十八趴的部分 來做這個賦予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 早期的軍事官 這部分你是完全不用去擔心的 本來越退領不到四萬的人 你反而可能 可能多領一點點 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沒有往回 沒有 沒有沒有 他不是說樓地板 樓地板就是 樓地板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把你領高的 超過把你砍到樓地板 但是你不足樓地板的 我不補給你 領三萬五還是領三萬五 這個這個 還有跟公務人員 當時是一樣 也是一樣 公務人員是三一二零 對不對 他是以最低階來算 我再把他講完 那麼基本上呢 他會以你就是 退休後的三十六個月 作為基準 那大部分在就是說 現在還在領的 大部分都會以三十六個月 基本上也就接近你 當時最高的薪資 作為計算 那因為比較低階的軍官 他領的是四十個百分點 沒關係 我講不對 可以做更改 那麼他是四十 他直接調到五十五個月 這是完全按照 就是美國的 應該說五十五的基準 就是我薪資的百分之五十五 這是按照美國的基準 那有些早期比較中低階的軍官 他可能只有四十Percent的 這個替代率 他調到了五十五 那這是另外一個很關鍵事情 是其實這次的內容 很單純就是目的 就是要把這十八趴 就把它完全在歷史上面消失掉 那麼當然現在的爭議點就是說 有些高階的軍官會認為 一件事情是 我十八趴可能我一個月 會少到三萬多塊 所以現在正在考慮 是不是有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明目 來做補貼 還有更關鍵事情 假設我現在領的錢 我的退休金 假設我現在領的是七萬塊 但是根據薪資呢 薪資 那當然是指少 少將 中將 可能影響比較大 假設我現在領到是七萬塊 但是我薪資完計算之後 我可能是假設是六萬塊的話 中間一萬塊是用十年的時間 把這個補額慢慢的減低 而不是一次的減少 所以他這次要達到一件事情 是把所有的退休制度 全部這個就制度化 另外一部分針對所謂的 虧損部分 那麼政府將提出一千億的 這個資金 每一年一百億的方式來補貼 就是來自軍中這個資金 就是我們退休金的這個 減少的部分 所以除非你今天提出一個 比這個更完整的想法 那麼十八趴的消失 事實上是全民的 全民的共同 傑民兄你等於說這個版本 其實政府基金 盡可能的照顧到我們的 退休跟現役軍人 而且他特別要照顧 中低階層的這些軍人 應該是照顧所謂的上校以下的 這些中低官 中低但是實際上少校也沒有改變 應該是少將以下的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年改辦公室 有一個新聞稿 說為什麼要這樣改 拜託導播 讓我看一下那個PC 他說呢 第一個就是要維持 退輔基金的永續運作 然後呢 要照顧國軍組織 精簡退役人員的生活 鼓勵現役人員 軍人長留久用 待會特別請教執行長 這個影響是不是說 大家會趕快搶退 然後根本不想再幹了 也不想再進來 還是會是所謂的長留久用 所以取消18趴 然後呢 其他的改革 都比現行的現役軍人規定 更為優渥 這是年改辦公室講的 除了18趴改調之外 這些改革內容 都比現在還要好 那這個是說 等一下我們再談 起資奉率就是55趴 一年多2趴 因此呢 中低階的軍事官 將會被優先照顧 任君雄 其實真正的一個 有爭議的時間 已經是86年 就是86年之後 改為叫做 我們稱之為叫除金制 也就是從恩己制換成 就是我們自己除金進去 這個是現在大家的爭議 那我想其實很多人 對於整個軍人的月退縫 其實沒有很清楚 他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我試圖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 說明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 有一些人會上街抗議 有一些人不上街抗議 那我現在大概 先簡單的這樣畫過來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大家的月退縫都是五萬塊 所以你會發現 上下有兩個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差別 就是在救治的部分 有一個是比較多 有一個是比較少 我舉例來說 他如果是民國七十年入伍服役的人 跟民國八十年服役的人 事實上他們救治年次就差了十年 那所以他在十八趴的優惠存管的部分 七十年入伍的其實就會比八十年的領得多 當然 因為他的救治高 對八十六年之後 因為當時改革之後 沒有救治的存款 沒有這個所謂的十八趴的優惠存款 所以八十六年之後 認官的這些人 其實沒有這一次年輕被改革的問題 他們只有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因為他本來沒有十八趴的優惠存款 但這一次改革把它調高 所以對現役的人來講 確實是ok 就八十六年之後的ok 可是對於這一些所謂的老學長們 為什麼你會看到好像出來抗議的 都是這個五十幾歲的這一批人 因為很簡單 他的救治年資是高的 瞭解 所以同樣被砍掉十八趴 同樣都是現在月退五萬塊的人來講 我現在用一個大概的數字 同樣都是零五萬塊 可是他如果是七十年任官的人 零五萬塊 跟八十年任官的人領了五萬塊 他的比例不同 瞭解 因為他是 他的五萬塊是由救治的把它撐起來的 所以當你把十八趴拿掉之後 他十八趴一拿走 對於這一些早任官的人來講 他的壓力就更大 所以越早從軍的年資越多的 這個災情就越慘重 我這樣解釋你就懂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一次的抗爭裡面 很多人講說 哎呀你們幹嘛去在乎這個 我跟你講他當然在乎 因為對於比如說 以這個比較心智的人來說 他的所得替代率其實扣掉 比如說我以我的年班來算 這樣大家會更清楚 像以我的年班 跟這個學長的年班來說 我被砍掉了這個所得替代率 如果我把十八趴拿掉之後 我的所得替代率 基本上是大概在五十六五十五五十七上下 他的所得替代率這一倍砍之後 我告訴你 他可能會跌到五十以下 瞭解 因為他的救治多 我們來舉這個實際的例子 大概就清楚了 這個可能就是所謂的災情 比較慘的這個個案 譬如說某個上校 他是十二級服役年資二十七年 這也算正常 也不算多也不算短 服役二十七年要申請退伍呢 那本來他有十八趴 一個月可以領兩萬二左右 還有退休縫一個月大概是六萬 月退所得 加起來就是八萬三左右 這實際的例子 這個是退伍會榮光雙週刊 之前用五十趴 這個所謂的退休的這個比例呢 來去算的 如果按照這個改 這個是五十趴 現在是五十五趴 加二乘以X 這個是五十趴加二點五X 但是差也差不了多少 再改了之後呢 他會從八萬三剩下六萬八 一差就差一萬五 當然錢不是那麼那麼核心 你們在意的事情 可是這一差一萬五 真的會導致我們的退役軍人 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難嗎 我一再強調一件事 日子隨人在過 你不能夠講說 今天差了一萬塊兩萬塊 日子怎麼過 我一再強調 這個一個改革我們是支持 但是我要來考慮幾個點 第一個點 現在的政府爽話幹話不缺 缺的是謊 到處都是謊話 剛剛林外先生講那些東西 我用幾個例子來 長留久用 長留久用 這就是一個謊言 為什麼叫長留久用 我們現在來想一件事情 如果現在目前的社會 這樣的跡象 我是現役的 我現在退伍入安 到薪資我只能領四十趴 可是今天改過之後 我立即可以領到五十五趴加二 可是我一到我中校完了 我身上校的時候 我領的既然 比我現在還少 你認為我還要不要留在部隊裡面 我要不要趁著 我還四十多 壯年時期 我到外面去打拼 能退就退 能退就趕快退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等 新日產生之後 趕快退伍 這是我們知道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 我們再來談 長留久用 在去年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修改了一個 衛籍校級沿用的條例 按照我們現行的 三千管道來講的話 衛籍軍官 他在服役滿六年的時候 就應該升到上位了 可是今天我們來講 我們的募兵 他不達標準的時候 沒有人往上補頭 這些人往哪裡升 一個蘿蔔一個可以 一個缺一個站 是不是要等這些上位 幹滿了二十年 他才能夠退伍 用這樣子 惡性的循環下去 請問還有誰 再願意募兵進入部隊 不斷的這種惡性循環 產生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國軍 到底在哪裡 我們國家的危機 在哪裡 所謂的 他講的什麼 長留久用 他到底是一個笑話 還是一個實際現象 我請教 就是會不會覺得 有點形勢比人強 剛剛您談的那些論述 其實之前我們在談 公務人員改革 在談教職人員改革的時候 其實公教也都是 這麼強烈的論述 可是不管再怎麼論述 最後還是改了 這是一個 是不是形勢比人強 第二個 如果相撬起公教 政府是不是也真的對軍 稍微啦 稍微那麼一點點 好一點點 我們來看看 軍公教 來稍微做一個比較 公教是最後再值十五年 平均本縫 那軍的部分 就是其中 起支奉率五十五趴 每一年再多兩趴 那當然 如果你算這個 所得替代率或什麼 可能也差不了太多了 可是我們來看看 起支年齡 以後呢 公教 公的話是先調 教要逐年調到六十五歲 現在是五十八 越來越多 然後七五到八五 然後呢 可是軍服役二十年就可以月退 再來樓梯 月退的樓地板 公教是三萬二 如果軍呢 就多了大概是六七千塊 到三萬九 相較級公教 這個是一個荒謬的論述 請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來去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整個法案過完了之後 老師會產生什麼心情 我能撐多久 是多久 我撐到三十五年 四十五年 五十五年 我領到我最高 最高薪資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薪資本縫 可是軍人呢 軍人沒有辦法喔 時間到了我就退囉 我不會去等待 我可能要到的 怎麼可能會有人浮到三十五年 你想想看 三十五年 是一個什麼概念 少將 中將 才能達到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你用這樣子去比較 這是一個荒謬 荒謬的對比 怎麼可以這樣對比呢 老師如果變成現在的心智 他們會一直一直要求 他不會到 當然 現在很多老師不退 他不退啊 我就是不退 你心的老師怎麼補 他也是一個亂象 可是軍人不一樣喔 軍人如果說你變成這樣子的話 我明知道我服役滿二十年之後 三十年之後 我的薪水比現在二十年還少的時候 我一定會急任務退 我退下去之後 再去尋找我的第二村啊 這兩個不能去做比較 而且你服役滿三十五年 大概都幹到降了 對啊 你如果校啊 那個其實都大概是二十年左右 我們來這樣去算嘛 一個位局軍官 他的比序大概是一到十五級嘛 校級軍官是一到十級嘛 降級軍官是一到六級嘛 這樣子的情況是這樣 你用算 我們一年算一級好了 他怎麼可能會到達到達到這個階段 傑明兄還是那句話啦 就是說每一次 其實我們談每一次軍公教 我想接下來談勞呢 也是勞工一大堆苦水啦 但是問題形勢比人強 就是過啦 對因為這裡面 我們先談就是軍的部分喔 當然我一直認為軍警 是要給他們最好的這個待遇 因為他們是白天也上班 晚上也上班 遇到緊急事件 他也是要站在第一個這個前面 但是他背後其實我要說這個制度 他有沒有相對性的其他可以做參考的 那據我們的官 據這個資料顯示裡面 他其實也參考的是美軍的這個制度 退役制度也是用百分之五十的這個替代率 一直往上加 當然每個軍人 他不一定都可以做到中校上校 那麼在還沒有做這個退休金的更改之前 就很多的軍官他就在這個上位就退伍了 那時間到了他升不上去就退伍了 少校升不上去就退伍了 他並不會因為這個制度去更改了你軍中的升遷 有能力者 他還是或者是不管什麼原因 有辦法升遷的他去升遷 做到他不能做為止 比如說他到少將升不上上將 中將他就要退下來 所以基本上這個制度劃分的時候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所有的軍人 他都很清楚知道 他只要能夠有辦法做到第二十年 就從他進到軍校高中 高大學大一十八歲 然後做到三十八歲二十年 只要他做到三十九歲之後 他就按照這個制度 士官也是一樣 這些老士官們 只要他從這個專科一直念到了這個 他的這個老士官一級 士官二級 他只要能夠滿這二十年的這個門檻 他依舊領這樣的退休金 所以他把他制度化 也讓所有的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些軍 這些敬重的這些軍人的 這些長官們 你可以清楚知道我退休金是多少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動作 當然最大爭議底 就是一句話 早一點的這些長官們 你的十八趴的問題 那現在立法院在爭執的部分 就是這十八趴用什麼方法 來做一些彌補 用一個明目 但是不能是十八趴 那剛剛講說中間有差了一萬一 剛剛的案例 差了一萬五千塊 這一萬五千塊不是一次性的砍 他是分十年 緩步的砍下來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十五 一萬五十年 那每一年大概就減少的是一千五百塊 每個月 他的算法是這樣子 那麼也就是說 慢慢的去遞減 就每年通一點 每年通一點 不是一次完成完成 我請教 也許你更合適來談這件事情是 你也是少下退 然後但是你沒有拿月退 然後你又是媒體人 你也清楚社會的一些想法跟輿論 我回到這個案例 一個少校做了二十七年 那理論上他應該不滿五十歲 你應該是不滿五十歲就可以退了 這大部分的情形都這樣 現在情形呢 一個四十多歲的上校 退役上校呢 他一個月領八萬三 民眾開始會 當然有一點酸葡萄 你才四十通費而已 一個月而已八萬幾塊 要領到過往這樣 好像有一點不合理 那你在看改革之後呢 雖然是一年一年少了 可是少到最後呢 是剩下六萬八 那你想想六萬八 好像也還不錯 你怎麼理解這些差異 我覺得當然用錢 來做數字的衡量的時候 這個很殘酷 也很現實 就是勞工 我還再補一槍好了 勞工會講 那我領多少 你領多少 你退休了 你要領多少 所以我覺得把錢 做為比較的前提的時候 這個就很殘酷 這一批人就叫弱勢 因為人家會覺得 你就是領得多 所以我覺得 你會發現到 他們的論述裡面 他們不跟你談錢的多少 他告訴你是 他的服役的狀態 他告訴你是 當時國家怎麼告訴他 你今天要變更OK 你可以比照八十六年的時候 八十六年為什麼調整 因為很簡單 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是形勢比人強的問題嗎 以前大家認為軍人的薪資低 在民國八十年之後 慢慢的往上調 已經調到跟社會 差不多一般的水平 所以後來大家發現到說 你給軍人這麼多的一個優惠 那時候水電搬家幹嘛 我們以前也享受過 後來不好意思 什麼水電搬家 沒了早就沒了 一個一個都取消 什麼免費 通通都沒有了 因為那時候的社會氛圍 開始逐漸遮壓 所以這一批人 他會告訴你講說八十六年OK 你把它切掉 切掉的時候 他可以接受 但能不能比照 當時的狀態是 你讓救治歸救治 新治歸新治 我講另外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好了 八十六年任官的這一批人 現在面臨到他今年要暴退 或者有一些人去年就暴退 那我請教你 在這一批的人裡面 他沒有救治 就是他沒有十八趴 他本來也沒有符合這一批 所以他是很少的這一塊 那你現在這個公佈之後 這一批有落差的人怎麼辦 你公佈完了之後 這一批適用新治都沒有 我還在軍中裡面稱 我還可以繼續 我可以適用新治 那我中間這一塊呢 我領多的你把我砍掉 領少的你沒有要補給他 所以很多人也希望你趕快過 我講更白一點 八十六年半之後 他甚至希望趕快 那這一罐的空窗 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會突顯出來的是 我認為啦 如果從現在釋放出來的版本 五十加二點五 跟五十五加二的狀態 最少後面的這個版本 就是五十五加二 其實是對於他們比較有利 對校官以下比較有利 是 也就是說你如果真的去算 換算的時候 最少在上校的這個階層 二十八 因為他必須二十八 二十八年 他就必須要退 沒有往上升就沒有了 所以他如果真的做到上校頂天 他其實多了一趴左右 一趴當然沒有什麼 可是我們還是講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 瞭解 他們的心態 他們其實難過的地方 再來是 我本來可以領這麼多 你把我砍掉 可是對於限制的 有一些軍人來講 他其實根本沒有這一塊 他贊成改革 是 甚至更希望你今天趕快公佈 因為他馬上我明天暴退 我就適用心智了 是 你現在這一批沒有的 他也到了借齡 必須要退的這一塊 請問你 他現在缺的 你說後面給他更高 要補給他嗎 我們政府沒有要補耶 不過執行長 您剛剛也一直談到說 這個對所謂的長流久用 是有負面影響 但會影響到軍人的忠誠嗎 不管是現役或退役 我們應該這樣來講 如果說今天 我一直在強調 國家對於軍人之間的契約 他負有保障跟照顧的責任 軍人對國家必須有奉獻 跟犧牲的一個義務 這就是國家跟軍人簽訂的生死契約 如果說一旦把軍人跟一般的民眾 論金論量的提到檯面上來 不要講忠贈跟忠誠 我就跟你論金論量 你今天給我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這是人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談軍人跟國家契約關係 到底他的立足點跟他的平衡點在什麼地方 絕對不是在於金錢的價值觀 現在每一個 現在聽說連上將都要到學校去招募 招募那個所謂的資源義 資源義的募兵 誰敢承諾 如果今天任何人提問他 請問長官 我服役滿二十年之後 國家給我的待遇 跟我後未來的照顧是什麼 誰敢給他承諾 誰敢 如果說你承諾出來 夠不夠成所謂的詐欺 現在誰敢 如果說國家對於一個軍人 他沒有一個完善 而且是一個固定的制度的時候 請問 我怎麼知道 我為你貢獻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能給我些什麼 我能得到些什麼 今天那個林萬佑有講 這個東西 所謂的長遠適用中間 他講兩年要檢討一次 我今天來問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兩年檢討一次 是不是你也可以給現在 願意在部隊服役的 兩年給他選擇一次 你還願不願意留在營裡面 我們要不要來對等嗎 你既然願意兩年監討一次 你也給兩年現役的軍人 給他兩年選擇一次 你還願不願意待在部隊服役 決民兄接下來 在立法的過程中 需要跟公教 有不一樣的過程跟態度嗎 好 其實這次的態度 是很單純 就是為一件事情 就是十八趴 要永遠把它歷史化 那在十八趴歷史 這個因為它永遠化 所以就造成了 所謂新制跟舊制 之間的一個差異性 那至於未來你會不會做更改這個制度 因為之前的討論的問題 並不是在這個制度上面 而是我剛才談到的這十八趴 才是它的關係 我問我的學生 我問我的學生 什麼你聽到 我沒有問他們 什麼 radio stations 你聽到 什麼音樂 或什麼音樂 你聽到 他們喜歡看 政府會被撞到 你聽到 你知道嗎 所以在伊斯蘭 如果 IDF Galatz 做這種程度 是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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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要的 是一種的 所以他們會幫助他 他們會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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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原始的野生脈動令人驚奇 在城市間野生動物與人類 有著一種感動又溫暖的共存情誼 努力佔地求生的夜紅家族 收集人類物品去逐巢求偶的大亭鳥 靈粒聰明的浣熊母子 週六晚上八點生態全紀錄 地球脈動2 城市單元 就在公共電視 公事家 現場收看 精采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韻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遊 公事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給你聽聽聽聽 聖長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 做不做 熱門跟播 經典重現 最強悍的追劇神器 公事家紀錄片系列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事家兒少系列 智慧知識的能量 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遇教娛樂的兒少天地 公事家 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劇院 馬上搜尋 公事家 中文字幕提供